我是带着诚意而来 我想能够在当前这种特殊的形势下 非常理性 非常坦诚地和美方交换意义 然而中方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 加征关税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对中国不利 对美国也不利 对世界也不利 所以我们的出路应该是有原则的 比较好的解决现实问题 最终走向合作的唯一的结果 我这次来顶着压力 就是表示中方最大的诚意 而且我们想坦诚地自信地理性地解决 我们面临的一些分歧 或者不同 我认为是有希望的 邓里由美方的评论认为说 如果贸易磋伤母法达成协议的话 中国经济将比美国经济 遭受更严重的打击 对此您有着什么评价 首先我刚才说过 对双方都非常不利 现在中国经济 美国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大家都会受伤 现在双方在受伤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不应该伤及无辜 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 其实我们转到是遗憾的 所以希望找到最好的方法来解决 感谢观看